我看看你眼睛就挂了 才没有耶 嗨 大家好 我们是土拨鼠与铁金刚 他是土拨鼠 他是铁金刚 大家有听到母亲别特别了吗 有 我喜欢 我非常喜欢 我觉得那个小孩子的声音有没有 超赞 对 很温馨 对 然后这个人第一次听竟然还说他哭了 因为很温暖 就是整个感觉很温暖 真的 这种歌就是要有小孩的声音就会好听 对 然后就是要 你终于承认你都是靠小孩的声音才是 我是怎么样怎么样 小孩其实很难控制 所以其实那个笑声 感觉很欢 我好录 当他已经在笑的时候 你拿出来准备好录 才不止 他就不想笑了 他就笑完了 对 OK 你知道我录了多久吗 录了多久 有没有 我怎么知道有没有 是有的 I don't know 这首歌我们两个都没听过 然后看到那个有人点播之后 很开心就上去网路上找了一下 心想说这首歌怎么那么红 而且 对 大家都点这首 是啊 然后有很多人在演绎这首歌的时候 是真的唱得很悲伤 编曲也很悲伤 是的 然后唱到后面的人哭成一团 这样 真的 对 因为没有听过 所以特别在网路上去看了几个版本 对 对 然后我就跟他说 时间已经流逝了 然后你无可挽回 这是一件很无奈的事情 是 可是身为一个父母亲来讲 我认为以我自己来讲 我会想要生小孩 是因为我想要生小孩 对 我喜欢小孩 我愿意去照顾他 我愿意用我的时间去陪伴他 照顾他 对啊 所以这件事情 时间流逝 虽然时间都一直在过 小孩也一直在长大 对 我们也一直慢慢在变老 但是这个时间 其实他不是白白的过的 是 中间有很多我们的过程 很多回忆 然后他是美好的 他没有写的不好 我不是说他写的不好 但我就是觉得说 他其实可以不用这么悲伤 我只是这样感觉 但问题是 他的曲子写得很小调 很小调的时候 他就是 唱不出快乐的感觉 就是一个靠调的感觉 我们就是刚刚在唱之前 就进去讨论 那我们要怎么样来 做他的背景音乐 然后就发现 嗨不起来耶 播属自己来说明一下 为什么他要选择用 古典吉他 因为我是陈老师 古典吉他的学生 你的理由 太不单纯了 不是 就是我们觉得说 他的这个整个 因为他是小调的关系 所以用古典吉他 他的声音比较柔和 是 比较像吟唱的感觉 对对对 希望他是能够 听起来有点像 抒琴在那边 对对 巴巴的扭着 是什么东西 什么扭着 什么叫巴巴的扭着 演巴巴的扭着 演巴巴的扭着 如果你们也有想要听 吐波鼠唱歌的话 拜托留言一下 其实之前已经录好了一次 就是跟陈老师 古典吉他里面的陈老师 跟他有一些 在音乐上的对谈 然后也请他 用古典吉他演绎的一些音乐 让大家来欣赏 然后我们把这一次的这个 就是跟陈老师聊天的这个部分呢 我们把它定义成一个小的主题 叫做是 工科女vs文组男 Round 1 对因为那天在聊的时候 其实蛮有趣的 就发现说 因为我是念工科的 然后陈老师刚好是念文组的 对他中文系 对对 然后我们两个在聊的时候 觉得还蛮有趣的 对是他们两个在聊 我没有插入 有不同的火花 你在旁边很忙碌 我就是个工科女 我在那边接线接半天 对就是 就是那个老师在上 要那个好好的服侍他 对所以大家期待一下 好 接下来我们也会继续的邀请 其他的 可能在 可能也是音乐领域的朋友 或者说一些比较特别的 我们想要用一些比较 不同于以往的方式 来融合 各种各式 怎么讲呢 你词真的很穷 陈老师救命啊 我不是念中文系的 就是各种漂亮的东西 各种漂亮的人事 我直接写公式好了 没有 对啊 所以就是 对希望有一些不同的火花出来 让大家欣赏 好的 那我们就来听我们这首歌吧 好 叫做是 时间都去了哪儿了 都去了哪儿 都去哪儿了 你在讲一遍 时间都去哪儿了 OK 听听看啰 好 满前老鼠掌心鸭 结合 愿离樱 旅程庇 旅程庇 由国家旅行鸭 足够口 controle 腹路口 固 困离手 還交給他 只為了一生爸媽 時間都去哪兒了 還沒好好感受年輕就老了 生兒養女一輩子 滿腦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 時間都去哪兒了 還沒好好看看你眼睛就化了 柴面油煙半輩子 抓眼就只剩下滿臉的皺紋了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一辈子满脑子都是孩子 哭了笑了 时间都去哪儿了 还没好好看看你 眼睛就花了 只爱没有眼 半辈子 转眼就只剩下 满脸的皱纹了 时间都去哪儿了 还没好好感受 年轻就老了 生儿养女一辈子 满脑子都是孩子 哭了笑了 时间都去哪儿了 还没好好看看你 眼睛就花了 只爱没有眼 半辈子 转眼就只剩下 满脸的皱纹了 我真的想这么虚话 你管我的 我就是想那么虚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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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阿凡要嗎?